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的衣服特别 质量不好 这些衣服就送你了 以后别再穿那些质量堪忧的衣服了 不对啊 男主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让我怎么跟他大结局啊 对啊 男女主在漫画里不是摔倒臂接吻的吗 接吻了还不接吻 莫绅 等等我 你没事吧 我还不信了 这次肯定行 有没有搞错啊 合着 我在男主身边就摔不倒呗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 我要你娶我 你神经病啊 你注定就是要跟我在一起的 木少这里好热闹 冷少 你这已经是第二次登门拜访了 不知有何贵干 我来 自然是找木少聊生意 你先出去 我不知道 您和牧师有什么生意好打 我有一盒牧师合作 一起完成送室的海外订单 冷夜还会这么好些 我知道 肯定是他的复仇献剧情 之后 绝对会拉扯出一大堆水情节 让我没法直接打结局 真是的 在天宠漫画里 只有他一个人这么认真的走剧情戏 那个 洛青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看乔秘书 又不见人影 所以我得给两位总裁 端茶倒水啊 你们聊 不用理我 木少意下如何 冷少 你好不容易拿下这么大一笔订单 怎么会突然又想和牧师合作呢 木少不用这么抵触 商场上 木少 我怎么没见到糖啊 我的咖啡从不加糖 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说实话 交货日期将近 我没 冷少是喝茶还是喝咖啡啊 我什么都不要 洛小姐不要再问了 好嘞 我没有什么把握 有这么大的出货力 再者 我真是个小笨蛋 不如 我带冷少去医院吧 我一点都不疼 还有 宋小姐不断私下找我 言辞中 都是对木少的关心 我就想 不如和牧师合作 三方共赢 木少不用担心 我有什么别的企图 这里 是我的诚意 洛琪 我不是故意的 老少 何愚的事情不必急于一时 我就不送了 洛小姐 不是说要带我去医院吗 我又不会开车 不如冷少自己去吧 这就是牧师的待客之道 洛小姐不去想办法偷四张保命 其他心思倒是不少 我听不懂冷少在说什么 洛小姐狡猾 激诈 当然是故意破坏我的计划 怎么 这么想保护木南辰 我保护他做什么呀 因为你想嫁给他 是 为什么 我们到了 该走 现在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 这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说过 三天后 绝对给冷少一个满意的答复 现在才第一天 不是吗 洛小姐上次要我杀了你 这次又是嫁给木南辰 为什么你每次解决问题的手段 都毫无逻辑可言 为什么你好像知道很多事 为什么你一直在说注定 到底谁来注定 为什么你一定要与我为敌 为什么 我交给你 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 总之 洛小姐的事我不怪你 你有你的事要做 我也有我的 如果 我挡了你的道 那也只能是这样 反正 很快就能过去了 这不是问题的答案 我要嫁给木南辰 那当然是因为 因为我喜欢他呀 为什么 我有点难过呢 冷少没有理由在牧师大厦 带走我的人 牧少说得对 我自然不会带走 牧少的人 我刚才都听到了 什么 原来你喜欢我 我就是随便这么一说 好 既然你说得这么诚恳 我又不愿意用婚姻来交换宋氏利益 我答应你 和你结婚 这也行啊 这也行啊 好 那我们明天就办婚礼 明天 怎么这么着急啊 当然是因为 你太帅了 我都等不及了 可以理解 这个 我们好 谢谢 这个 denk 这个 是